台风来袭11月2号3号5月天的演唱会确定被迫延期了 原本上看九成的住宿定房也大受影响 让各个旅宿业者退房询问电话是接不完 搭建好的舞台工人正在忙着进行拆除 碰上台风康瑞天团5月天11月2号3号 在花莲登场的工艺演唱会 这下得延期了 官网上已经po出演出延期公告 清楚写明因为康瑞来袭防灾防害永远都是第一考量 确保观众还有台前以及幕后还有演出人员的安全 包括高雄跟花莲三天共四场演出通通延期 目前退房的话四到六天之内取消退房 我们是会收取50%的这个保证金 会收取50%的这个取消费用 在发布了台风警报之后再来取消 我们其实是会全额退款的 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台风威力不容小觑 随着演唱会活动确定延期 这下花莲旅宿业恐怕出现退房潮 不过旅宿业者还是希望消费者能保留定金 五月天的这些粉丝朋友们 即便我们延期 但是请他们一定要保留这个时间 务必还要来到花莲 行政作业需要联络 需要沟通 需要确认 所以详细的时间 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 我们也不得知 公益演唱会 延期演出的相关事宜 都还有待确定后公告 也希望所有粉丝朋友 能保留时间 再度回到花莲 记者综合报道 还有这一步